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有一张他和两个哥哥 和父亲待在木屋里的照片 这时两个哥哥来了 左边是大哥,右边是二哥 这俩哥哥可不是啥省油的东 一见面就吵吵闹闹的腰弟弟去喝酒 男主告诉他俩 医生说要避免所有可能激活 大脑压力中枢的情况 不能受到惊吓 大哥却一惊一乍的吓唬他 男主再次表明自己需要静养 俩哥哥却还是吵着腰去木屋喝酒 最终男主没能抵挡住诱惑 疼了他俩的怨 这俩哥哥一看就不是啥猴鸟 男主在前边开车 他俩就在后座打闹 影响男主开车不说 还说要给弟弟找个妹子 一起去木屋狂欢 男女搭配喝酒不赖 这句是宇哥我瞎编的 他们开到一间加油站 撞到了地上的黄色人形盘 男主进去给哥哥们 买下酒用的芝士条 照镜子的时候 撞着哥再次突然出现 吓了他一跳 这么大人了真是够美溜的 男主去结账时 将一伙就和兄弟们 去木屋开派对的事 告诉了收银员妹子 又注意到了那个压倒的人形盘 回汽车后 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妹子 从车里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方才哥哥们 看他的路边搭遍车 便邀他去木屋派对 他竟爽快的接受了 这也太随便了吧 路上莫妮卡说 自己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 单身喜欢参加派对 仨人说说笑笑玩玩闹闹 很快抵达了他们的小木屋 男主也三年没来这里了 心情十分复杂 父亲在室那会儿 他们经常来这玩 莫妮卡看得出 兄弟三人和父亲的关系很不好 壮主哥找到了老爸的磨刀石 父亲曾对三兄弟说 顿刀的杀不死人 四人在木屋里畅饮 壮主哥磨着兜 莫妮卡和他们玩得很嗨 music响起 壮主哥跟随的音乐 跳起了脱衣舞 还将石卧弄得到处都是 莫妮卡开枪了 无意冒犯 但她是不是有病 谁知这句话捅了马蜂窝 兄弟三人的表情都变了 壮壮关了音乐 质问她刚才说了啥 是不是在暗示自己是疯的 将男主之前在精神病院 带了三年的事告诉了她 为缓解气氛 莫妮卡起身去了洗手间 回来后 男主告诉她 刚刚哥哥在和她开玩笑 妹子也没当真 说我就是去心理学的 很擅长读心 若我觉得这里有丝毫不安全 我早就走了 莫妮卡再次问起了男主父亲的事 男主掏出那张 兄弟三人和老爸的合照 说她是个十足的混蛋 傍晚 老妈下班回来后 找不见男主 发现照片少了一张 意识到出了事 莫妮卡再次追问 父亲的死和男主的精神病院 有没有关系 俩哥哥说 老爸的确该死 但只有弟弟敢真的动手 听到这话 莫妮卡心头猛的一尘 直言男主不是那种人 哥哥们却说 自己没必要骗她 这小妹子是真慌了 编了个借口想撤退 要男主送自己 大哥却一把将男主扑倒 二哥壮壮掌掐着莫妮卡的脖子 将她逮回来 抽出抹好的小刀 将她绑在了椅子上 这时老妈打了电话 二哥却直接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男主与中二哥缠斗之事 后脑勺吃了大哥一酒瓶 老大来到莫妮卡面前 暗示他 弟弟是替人背了杀父的罪名 这么说来 真凶肯定是两个哥哥了 打不通电话的老妈去找儿子 路过加油站时 从收银员那里得知 儿子和兄弟去了小木屋 俩哥哥封上了莫妮卡的嘴 一头射起的男主上前劝阻 成功从壮哥手里摇来了刀 准备给莫妮卡松绑 大哥却说 这里轮不到你发号施令 从男主手中抢走了刀 竟然真的用刀刺入了莫妮卡的胸口 他连刺竖刀 妹子仰面朝天断了计 这时妈妈喊着男主的名字找了过来 哎 男主身上怎么有这么多血 惊魂未定的男主 告诉老妈两个哥哥杀了人 妈妈却说 你根本就没有哥哥 进屋一看 哪有什么莫妮卡 被绑杀的居然是那个黄色人形牌 老妈说 你爸爸根本没死 他只是离开了我们 男主这才想起 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是自己干的 哥哥们是在分裂出的两个人格 而那张照片上 其实也只有他和老爸两人 老妈开车间的带到家务站 进去还人形牌 男主玩起了手中的火柴盒 耳边再次上来哥哥的呼唤声 他们看向旁边的美女 干嘛 男主笑着摇头 撞着人格 却点燃了火柴 熊熊烈火 瞬间燃起 伴随着妹子的惨叫声 这次是真的无可挽回了 说实话 这几年精分梗 已经被拍烂了 这节也没拍出太多心意 不过 对于一部只有27分钟的小短片来说 还算不错了 至少宇哥我没猜出 莫尼卡就是那个人形牌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 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用油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